哈喽 嗨 嗨 嗨 开一会儿电台 开半个小时吧 怎么样 开半个小时 然后要去拍练曲 开到十一点半 开到十一点半 我要去拍练 虽然感觉 今天晚上学了也记不住 但是 早点学 不然的话 可能就啥也记不住 多喝热水 有再喝了 有再喝热水 啊 没有吧 嗓子也没有更严重吧 感觉还是和昨天一样 没有啊 就是学新的歌嘛 新的unit 学习一下新的unit 比上次压一点 真的假的 没什么变化 和昨天 比昨天还压吗 那完了 那明天要录音的话 那只能有沙哑 只能沙哑的录了 真的假的 立刻坐下 喝一口热水 有这么压吗 没有吧 可能是因为流鼻涕 所以 感觉嗓子有点压 嗯 别人的拉米拉米 都是可爱元气的 我的拉米拉米是 像一个 这个病入膏肓的 这个鼻炎患者 怎么就是老男人吧 有男人吗 快冲了他 他居然 骑士 你们 对 杨鲲板 可以 那倒也没有吧 生病还是挺难受的 有友们一定要注意 不要生病 如果你生病 你会真正的感受到 头昏脑热 四肢无力 眼睛发热 还很困 对 你感冒了 你打了好几天喷嚏 你都没有感冒 你好厉害 最重要的就是 还有这个天 你开空调吧 你又会觉得好冷 然后又一直流鼻涕 你不开空调吧 你就会觉得 好热 好烦 睡不着觉 谢谢 夜夜夜 你管我是谁的夜天 好烦 就很痛苦 你们知道吗 人是真的很痛苦 开点窗户 可是窗户没有风 外面一点风都没有 而且还是挺热的 没开始空调 我现在都在沙发上喝热水 喝得我满头大汗 真的很热 对 感觉嗓子确实还没好 不知道 明天我的感冒能不能好 今天晚上再吃一个感康 今天中午吃了个感康 今天晚上再吃一个感康 感觉睡一觉的话 明天应该会好 直接性转了是吗 直接变成了你的小表弟 也没有吧 有这样吗 有变化很大吗 啊 游游们 有变化很大吗 感冒都能同步 和前天比来 前天直播的时候 呀嘛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变化 不忘了 好吧 没办法了 本来还想要等嗓子恢复了 再去录拉米拉米的 现在只能哑这个嗓子 可以录一个有颗粒感的 拉米拉米 很像气泡影 也没有吧 就是有一些鼻音 那可能就是因为感冒了吧 夹字音倒不至于吧 夹起来的话 那就不是这个声音了 好吧 而且 嗓子哑了 容易夹吗 让我来试一试啊 冬秋 拉米拉米 那确实夹不起来 很像一个这个糖老鸭在拉米 对吧 你们自己试一试 如果感冒了 嗓子哑了 然后想夹一下的话 确实 那倒也没有吧 今天我们去镇骨 哇 真的 就是感觉自己像 一条鱼 被这个厨师 在这个菜板上 翻滚来 翻滚去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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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的骨头的声音 我都在想 哇塞 我的骨头 好清脆哦 痛倒是 就是这么说的 你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就 主要是震的是 肩颈 因为肩颈很酸嘛 感觉就是 震完了之后 就感觉整个人 可以在天上飞了 就轻飘飘的 还不错耶 游游们 你们也可以去试一试 就是它震的时候 那个骨头的响声 确实有点大 会让人觉得 哇 我的骨头被它震断了 它这个是断骨 不是震骨 大概一个小时吧 先是 做个推拿 推完了之后 再给你震骨 落枕当然可以治了 它直接把你头扳掉 好吧 还好 没有很贵 就跟普通做推拿的 价格差不多 因为它在 搬我头的时候 搬我头 头个脖子的时候 哇塞 我以为它要 把我头 从我的脖子上 搬掉 太像了 而且太大力了 但是它只是 咔嚓把我脖子一拽 然后 我的这个肩膀和脖子 连着的那一块就 嘎嘎 就咔咔咔 发出了骨头的声音 也没有很吓人 就这么说呢 就除了我是第一次去嘛 因为肥肥和栗子 它们都是去震了好几次了 它们连叫都不叫了 很不屑 你们知道吗 它们就像一条死的鱼 我是一条活着的鱼 我还挣扎着 我还挣扎一下 它们是 就就就 就在那里 任人 任人摆布 完全没有任何动静 因为我是第一次震 然后我就在那里 啊啊 它们叫 然后那个 那个旁边有一个姐 阿姨 不是说姐阿姨 她说 不要给自己配音了 但是我真的没有再给我自己配音 是因为真的没有控制住 对 它们是放弃挣扎了 倒也没有 它会先拿一个 大 很厚的被子 然后就是压住你 然后咔嚓 它可能也怕 它的手筋太大了吧 可能 我也不知道 然后就咔嚓一下 咔嚓几下 就很神奇 你们懂吗 但是就是 也不知道是因为 花了钱的心理作用 还是 这个正骨真的有 这种作用 就是感觉 做完正骨之后 整个人都会很轻松 但是到底也不知道 是因为钱花出去了 给了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还是人家这个 师父 真的有这个手艺 确实 他说我脖子后面 那边有一块骨头 有点歪 拿了一个大锤子 还有一个大的 那个什么东西 架在我的那个 颈椎上 然后 扛扛扛扛扛扛 在那敲 很神奇 对 也有 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正骨 是锤子 但是它们是专业的吧 是专业的那种锤子 舒服的 嗯 其实也挺好 也还挺舒服的 对 我就说 它在我这个后面 颈椎在那敲的时候 我就感觉 我自己在胸口碎大石 因为给我敲的是 一个女师傅 然后她说 啊 我有这么大的力气吗 就是你感觉 你整个胸腔 都是动动动动动 而且还在震动 就是你的胸腔和这个 反正就感觉 这个震动声 回荡在你的整个胸腔里面 感觉自己在胸口碎大石 这倒也不是因为 今天正骨 所以嗓子才压 倒是因为感冒了 是因为感冒了 所以嗓子才压 我就说嘛 我那天我就觉得 我自己很肿 因为我觉得 我眼睛很酸 眼睛酸 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是 因为水肿 眼睛才酸 后来才发现 原来不是 原来是因为要感冒了 所以眼睛才很酸 为什么感冒 眼睛会很酸 我觉得马沙基 还挺舒服的 其实 她不承认 她不承认 是因为那天 给她拍的那个 她的这个 非常回我形象的PV 但是我觉得 就是那一天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因为那天 在给她拍PV的时候 我吃了一个雪糕 他们两个都没有吃 就我 在边拍PV的时候 边这个吃了一个雪糕 所以 这个代价就来了 但是不得不说 千层雪是真的很好吃 对啊 我们都穿的是长袖 哎 我希望她的生日公演 可以慢点到来 真的不想看 我真的不想看 这个 我那个角色啊 真的是没有眼睛看 对 你们现在说想看 等到时候看了 你们就知道了 真的一点都不值得期待 会瞎的 对 我 我 进团这么长的时间 也算 哎 也住演了几次吧 从来没有付出过 这么大的代价 我真的是为这个张仪啊 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到时候你们看了 你们就知道 是有多 多 多那个啥 多让人 就是 无 无 就是没有延面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无言以对 怎么说呢 在这个世界 感觉好像 嗯 就是 这个面子 自己在乎的东西 啥也都没有了 你现在说看了都来夸我 别说了 我一点都不想提起 我希望这个10月6号 再过一年再来吧 真的很夸张 你都不知道 拍那段的时候 跟我们拍的那个stuff 就是 哎 他都笑的都拍不下去 嘿你知道吗 我 太难受了 等他试试工业结束了 我一定要拉着他 请我吃海底网 这不是拉低了好吧 这直接是 直接从一个正常值 到达了这个负100 负100的羞耻底线 好吧 那倒也不 就反正整体都很恶心 到时候我们就看吧 烦死 对 你没看了之后 就当做没看到吧 好吧 我叫 这能夸出可爱的人 就说明他这个人 平时都看什么恶心东西 连那样都能夸出可爱 没什么好期待的 真的没什么好期待的 对 反正你们现在是这么说的 你们现在 比他的旺财过分 过分的样 过分个100倍吧 他的那个旺财 确实也挺过分的 他那一套 紧身 紧身旺仔 秋衣秋裤 确实已经蛮过分了 但是我的那个 那个服装 比他的紧身旺仔 秋衣秋裤 还要过分 你们可以想象得到 需要多恶心了吧 太难受了 我不说了 我不讲了 马上今天晚上 肥肥叫 把他拍的这个连续剧 是谁杀了卢天慧 哇 真的不愧 是我们卢导 他好会拍连续剧 以后我拍pv 就要找他拍 他很会分镜头 他已经投稿了 到时候大家可以 观赏一下 这个有我和张仪 两个人 共同担当摄影师的 这个 大型女子偶像 也许去 也不能叫女子偶像吗 大型男扮女装 混入 哎 哎 我可以啊 救命 我怎么给他剧透了 你们知道吗 啊 完了完了 我怎么给他剧透了 他说过 好 他说过就行 他说过就不是我的问题了 你们看的时候 你们看的时候要注意哦 尺度很大 小心点 很吓人 是吓人的尺度大 真的很吓人 好吧 我还给他担当了这个 氛围制造的这个镜头剪辑 这个氛围制造的这个摄影机为镜头推荐 今天尺度这么大 今天是一只猫 它有什么大尺度啊 我没在里面 我不告诉你们 以后的就没有这个 真的很吓人的 你们不要觉得不吓人 我觉得反正很吓人 你们等看了再说 他现在投稿什么时候能出来 我要去给他的这个大尺度点个赞 半夜吧 那算了 今天吃了感冒药太困了 整个人 一天都是困很困很困很困的状态 等会儿洗个衣服 收拾一下房间 再洗个澡就睡觉 半夜可能等不来了 明天再看吧 哦 等会儿还要先去排练 排练完了 洗个衣服 洗个澡 收拾一下房间 不对 顺序是 排练完了 洗个 收拾一下房间 先洗个衣服 再收拾一下房间 再洗个澡 不到十一点半 我就下午 不晚 那估计 一点钟之前可以入睡吧 排练半个小时 我就学一下 大概学一下动作 然后十二点回来 先洗衣服 洗完 就是洗衣服的时候 舒适房间和洗澡 然后洗完澡之后 衣服也洗好了 就可以直接把衣服晾起来 然后就睡觉吧 对吧 这个洗澡的时间 时长是可以根据我的心情调整的 好吧 我现在热得要死 你能想象吗 空调也不能开 整个人坐在沙发上 满头吃汗 还喝热水 热得要死 感冒太多 我奉劝 我住院 所有的人都不要在夏天感冒 确实 出出汗 我们房间的空调 除了23度 后面24 25 26 往上到30度 没有一丝变化 只有23度 可以让人感觉到 它是一个空调 其他的什么 24 其他的往上的度数吧 就像没开空调一样 对吧 夏天感冒真的很痛苦 因为你不可以 因为你不可以吹空调了 是时候要在房间里 添置一个风扇 但是呢 但是呢 上海又没有秋天 就觉得买风扇 又很没有必要 上海秋天 感觉两个星期就结束了 我也不知道 我感冒是怎么得到 我啥也没干啊 我也没 啥也没着凉 我空调 我晚上睡觉都嫌热 莫名其妙就感冒了 就感觉 来了上海以后 身体租势变得好差 要么就莫名其妙 拉了一个星期的肚子 我永远忘记不了 上一次 明明大家一起吃的饭 就我 拉了一个星期的肚子 而且是真的 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就拉了一个星期的肚子 虽然那个时候 也是挺爽的 就是 因为拉肚子也是挺爽的 就是感觉好像 就是有那种感觉 就是吃什么 等会就要排泄出来了 就不会胖的感觉 就很爽 但是拉一个星期兔子 实在也是让人 凿不住 对 对 就是减肥了的感觉 但是大家都吃的一样 就一起吃的烧烤 为什么就我拉了一个星期的肚子 上次也是 突然 喉咙超痛 不知道莫名其妙的 喉咙就痛 今天也是 莫名其妙的 就 可是螺蛳粉 我吃的也是正常的螺蛳粉 莫名其妙的 就感冒了 很神奇 全然会在夏天感冒 对 而且 我就嘶吼 我就歇斯底里 我就 嘶吼了 三两三四句 我的嗓子就可以哑一个星期 天哪 我现在变得好脆弱 不行 我要好好睡觉 好好 作息 给我这个回归 健康的身体 太不健康了 脆弱 这不是锻炼的问题啊 这就是因为 作息不健康 身体不健康 他在给我发出警告 他说 白学义白学义白学 今天我要让你 拉一个星期肚子 你再不好好的 有一个健康的作息 下一次就要让我 现在 这次又让我感冒 下一次的话 就可能又 又生病 他现在在给我 发出警告 可是我也不算 熬夜吧 你说吧 我每天四五点钟睡 可是我十二点钟 也才起来 这叫熬夜 这也不是熬夜 只能说明和大家 不是一个 只能说明和大家 不是一个 呃 不是一个 生活做吸宝 这么快就上线了 对啊 就是生物中很乱 但是也不算熬夜 肥岛的戏出来了 可惜了 我没有开视频 呃 我没有开直播 不然你们 要不你们 算了 我反正马上就要关了 你们到时候去看 你们去看 肯定会很恐怖 我有的时候会早睡 倒很少了 只有回家的时候会早睡 一般在中心都早睡不了 哼 我这样没有办法 充分的吸收日月经济 那我多少年 都没吸收过日月经济了 观后感倒不用写吧 所以生活作息就乱了 我觉得不 我觉得是因为 没有好好的吃饭 因为以前在北京的时候 生活作息也还行吧 也就是 也跟现在也差不多 但是以前都有在好好的吃饭 就是吃饭都是很常规 但是现在就是 吃饭就是 没有好好的吃饭 所以就 虚弱了 并不是因为熬夜 也不能说 没有好好的吃饭吧 睡觉 那是好好的睡觉 好吧 那没办法 那毕竟就是这么说 对啊 我是睡眠不好 但是最近睡得挺好的 最近都是一觉 都可以睡到十二点钟 我发现了 就是减肥会上瘾 比如说 你今天称一下体重 你发现你掉了两三斤 然后之后你就会想 那就会继续往下 想要往下掉 就是不想看它上来 如果哪一天上来个一两斤的话 你就会控制住 那一天就不吃了 真的会上瘾 不会啊 那抱我吃一顿不都长回来了吗 对吧 对吧 我也觉得 而且 以前嘛 我怎么 以前在北京的时候 以前在北京的时候 大概 哎 我真的 以前在北京的时候 大概让我想想 谢谢 百姓宇多喝热水的 就是有个荧光棒 嗯 我在喝热水 好巧哦 我真的在喝热水 喝得我好热 真的 夏天喝热水 是真的很热 对 以前在北京的时候 我和周向两个人 可以吃十五盘肉 不是十盘 是十五盘 就是那个叫什么 温野菜 但是现在 别说十盘了 五盘差不多了 已经不能 已经属于不能去 吃自助的水平了 不然太浪费了 对啊 因为上一次跟金金 金金他也小鸟味 他也吃得很少 我们两个人去 点了六盘 都没吃完 你们敢想象吗 因为他那个是自助的嘛 对吧 他那个是自助的 然后后来发誓 再也不去吃自助了 因为吃自助 实在是太浪费了 好久没有吃温野菜了 好久没有吃温野菜了 但是现在温野菜 已经属于 不会去吃的行列了 因为他现在是 对 现在不适合了 现在不适合 我们去吃自助 因为这样子 你感觉 你花了好多钱 就去吃了两三盘肉 合并的 太浪费了 对啊 两百多一个人呢 就是浪费 浪费自己的钱啊 你本来两三盘肉的话 你一百块钱 你可能就能吃到 但是因为你是自助 你要交两百多块钱 结果也只能吃到两三盘 不 自助的花 就要和那种 大卫王去吃 才划算 就是他一个人就可以 上一次 我跟周湘去 吃温野菜的时候 以前在北京的时候 我和周湘去吃温野菜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两个 已经够牛的了 两个人可以占掉 十五盘肉 已经很了不起了 但是隔壁 有两个男的 他们 至少点了快三十盘的肉 我当时在想 我的妈呀 这个肉堆得跟山一样 他们能吃掉吗 然后我就抱着这个想法 我一直仔细观察他们 但是 他们真的吃掉了 我给你啊 我以为他们是 就是不想浪费 所以多点一点 但是没有想到 人家是两个人 是真的能干 就宽宽宽的一下 三十盘式肉 还有其他的蔬菜啊 还有甜品啊 什么的 真的牛啊 对 好能吃 好能吃 那就少吃点 冰淇淋 我发现 大家的胃都不怎么好 这是21世纪的 年轻人的常态吗 那是我们曾经 现在不行了 年轻人的常态 就是胃也不好 身体也不好 哪儿哪儿都虚 不行 我要做一个健康的人 我要去健身了 我要每天早上 我开玩笑的 我不在这放屁 我啥也不想说 说实话吧 对啊 我自己先否定了 好吧 对 我立马反悔 话还没有说出来 我立马反悔 每天早上六点钟 起来去晨跑 我想想 可能六点钟 还没有睡吧 不是根本起不来 是可能六点钟 还没有睡 那这样吧 每天晚上六点钟 起来去晨跑 跑完了再睡 可是你跑完了 你还能睡着吗 夜跑还是很不安全的 牛肉们 女孩子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 就是尽量就是 晨跑比较好吧 还是早点起来吧 我可没有说我要跑步 不要期待我打卡 我没说我要跑步 我刚刚秒反悔呀 我刚刚一秒钟反悔呀 好吧 非常的快 从来没有跨下海口 所以我可以做到 因为我知道 我做不到 对啊 我刚秒反悔呀 一言计出嘛 我没出来呀 我出一半呀 我才出了一半呢 是的 是一个对自己认知 很充分的人 你出了一半 那是你出的 你去跑吧 你也不用来跟我打卡 你自己也 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这个和正能量有什么关系 你告诉我 跑步和正能量有什么关系呢 你来说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没必要吧 有朋友们 没必要吧 家人们 没必要吧 你们要不自己搞个接力活动 不要带上我好不好 你们可以自己 我今天跑了一千米 下面这个接力棒就交给 然后圈下一个人 交给他跑两千米 然后跑两千米的人 跑完了之后 再圈下一个人 再给他跑三千米 别劝我 对 你们爱跑不跑 没有最后一个人 最后一个人没有 永无止境 百姓女的粉丝就是这么多 可以绕地球一圈 他们把地球都跑完了 就不要我跑了 好吧 我给我自己买 我给我自己买 一百 一万个水军 一万个够吗 一万个好像有点不够 买一千万个水军 让他们替我跑步 替我圈 肯定能圈够 肥肥的戏上线 确实买不起 一千万个还是有点贵的 现在是不是买水军 特别贵 不知道 好吧 原来大家都没有买过 说明都是真粉 说明都是真人 都是真的人 不是假人 为了 为了 为了叫什么 为了撑场面 让我去看看 肥肥 发的这个 她的这个连续剧 哇 五分钟 内涵 微孔镜头 我已经看了好几遍了 我已经不是第一遍看了 给不了你们开心 您好 您播放的用户在里面 因为我 她拍的时候 我在旁边 我已经看了好几遍了 你待会去看就知道了呀 她叫什么 她叫 不露露 露露哥 我们露露哥的 这个ID名字 真的是从抖音到 到笔上 都是一模一样的 下面有个弹幕笑死我了 这个镜头转的 我以为肥子变成栗子了 笑死我了 你们看了吗 还挺短的 才五分钟 还没 二十九了 好的 那我还有直播 还有一分钟 我就关了 笑死 因为她不是说 她这个剧是 就是有投资人嘛 就是 是 有人给她投资的 她才拍这部剧的 是有好几个投资方 然后我说 那我说 那投资方 他们是怎么出现 然后她说 投资方 给他们微博ID出现 投资的人 每个人ID 给她发一个私信 你去哪了 然后每个人 都可以在微博上 露面 好好笑 这就是她的投资人 这就是她的投资人的 那个出现 就是打广告了 哇 发好多 他们投资人 真的发了好多 看到了一个满屏老公 你去哪了 三十了 不要吓了 hojom 拜拜 和安 和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